聯邦自由黨政府今天公布的2016年新移民計劃 似乎要向國民顯示 自由黨才是最親近移民的政黨 聯邦移民難民和公民部長麥家蓮宣布 今年的移民目標人數為30萬人 創50年來的最高額 其中特別強調家庭團聚類移民人數為8萬人 張麥康勒公布的2016年移民計劃 家庭團聚類的8萬人當中 配偶和子女類達到6萬人 父母祖父母達2萬人 人道移民的數量為5.7萬人 經濟類移民16.2萬人 這個總人數為30萬的移民計劃 受到了社區人士的歡迎 基本上移民國差來說 每年允許1%的人移民過來 以前說人口的1%是30多萬 但是以前從來沒有台工都30萬以上的 都是28萬29萬以上 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增加了家庭權聚的人數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對我們來講 我們很多人我們要申請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祖父母 而且我們的配偶資女這個團聚 這個團聚 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加強 對整個這樣的社會的營集力來講的話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對於這份雄心勃勃的移民計劃 也有人擔心能否按時完成 上屆的聯邦保守黨政府在減少移民配額 以及一刀切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數目的時候 他們的理由是移民案件造成了大量的羈押 那麼這次新的自由黨政府大量的增加移民的配額 會不會造成新的羈押呢 那麼聯邦移民部長張麥康倫表示 他們已經採取措施準備避免這樣的問題 另外也有業界人士提出這個移民計劃當中 投資移民的數量不足 無法解決投資移民轉向美國和澳洲的趨勢 投資移民不投資移民 比例非常小 我們做了兩件事 我們在看市民計劃 因為像你剛才說的 這不太好 我認為他們只有六個領域 我們也在努力與省政府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計劃 有些人在問候的語言 所以我正在談論市民計劃 所以我們希望在市民和省政府 我們希望有領域的領域 以上是加拿大國際電視台CCCTV的報導 過去我們走出校門 找份工作遇到另一半 生個孩子 退休 愉快地過一輩子 現在呢 您可能移居新的國家 學習新的語言 多拿一個學位探尋新地方 愉快地過一輩子 有名的終身富足方案能夠配合您 幫助您獲得保障和保證 自由自在地活出精彩人生 從現在到退休都安枕無憂 和您的顧問來諮詢 有名的終身富足方案